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博远FM0211早安电台 我是你们的DJ博远 那今天我们的嘉宾 上一次啊 咱们请到了我在向山海出发认识的哥哥 郑凯哥哥 那今天当然是我们的另外哥哥 孟和唐哥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孟郎 我们此刻呢 那依然在刚刚结束了向山海出发沙青以后 在全网海口的路上 现在真的是早上 现在是早上的8点12分了 对 我们此刻也真的没有吃早餐 所以这个时候聊这个话题 应该有很多想说的 我请孟哥推荐 先推荐一下在阿诚长大的时候 在阿诚或者是在哈尔滨 有没有让你学生时期 小时候让你印象深刻的早餐 在阿诚的时候 我们吃的早餐一般都是比较 怎么说呢 叫也是包子油条 豆浆啊 很北方的感觉 茶叶蛋 茶叶蛋 然后呢 还有一些时候 是我上中学的时候 是家里给炒菜 家里炒菜 你早餐吃炒菜啊 对 早上起来之后 家里都给炒菜 然后炒的菜 焖的米饭 就吃正餐 然后呢 这些正餐呢 吃完了之后 吃之前会播出了一部分 中午吃 哦 相当于带饭盒 带饭盒 然后 哦 相当于早餐把中午的餐 先做好 对 然后早餐就把 余下的早餐吃甜一点肚子 嗯 你早家里有没有什么菜 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这段时间 就是带饭盒的这段时间 带饭的一段时间就是尖椒干豆腐 尖椒干豆腐 还有炸那个带鱼 哎 昨天咱们刚吃 我们在兴隆的海鲜市场里面 买了带鱼 但是我饭盒里边 重播率最高的是炒土豆丝 炒土豆丝 对 炒土豆丝最爱 不是最爱是那个 就怎么说呢 上手最快的 就重播率最高的 所以我妈比较比较喜欢做那个土豆丝 会换口味吗 酸辣青椒 不会 就一种炒法 他就是一种炒法 咱孟哥上学期间印象比较深刻 是饭盒早餐 不知道 之前听早安电台的朋友 有没有 现在还会带饭盒的经历啊 那开始工作之后啊 哎 我想来个小插曲啊 我们在我在参加披荆斩集的时候 路易哥哥 给我看了 那年 在夜幕下的哈尔滨 你跟他的大戏 正脸很多 就那个时候真的是 我是我在哈尔滨上学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 带饭盒吗那时候 那没有没有 不带饭盒了 那会儿这个学校是有食堂的 哎 那是一所大学 但是虽然我们念的是中专 嗯嗯 是一所大学 然后里面有食堂 但是呢 我每天早上起来也不会吃食堂 就是外面 同学会给带点什么包子呀什么的 你是被带饭的那个人 我是被带饭的 哦 他们会起床的时候拍拍你说 要吃什么吗 对 会问吗 会啊 哇你室友很好啊 我室友也是 我在三下上学的时候 他们也会帮我带 你怎么不说我人缘好呢 人缘是蛮好的 会主动拍拍你的床 教教你吃什么 但是都互相的嘛 有时候我也出去嘛 给他们带 是的 说回跟路易老师那个拍 夜幕下的哈尔滨 夜幕下的哈尔滨 那会儿我真的是初步茅庐 我还没有毕业 然后 看出来在恒人真的大 对 有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呢 就是哈尔滨 夜幕下的哈尔滨 真的在哈尔滨开拍了 然后那个赵宝刚导演 带的银票团队 就进了哈尔滨 到哈尔滨之后 我们这些学生就已经轰动了 啊 我们要去 我们一定要去这个组去跑龙套 去当那个群演 然后结果真的 我们有一个同学 是可以联系到组里边 然后他可以联系到群演 那个头 一天给我们40块钱 一天40块钱 对于我们来说 那是很好的收入了 最起码能管一天的饭 40块钱 那是可以 管一天的饭可以 而且去剧组 还有盒饭给吃 盒饭吃了40块钱白拿 也不是白拿 是劳动收入 对劳动收入 然后我们那会儿去的也挺多的 不光是你们看到的 跟陆毅老师那场打戏 那场打戏 是我唯一露脸的 我当时以为你是个其中一个角色 我不是一个角色 是打手甲 对打手甲 差不多这意思 然后跟陆毅老师有一场打戏 然后那场打戏之后呢 之前之后我们都拍了很多 路人甲路人蚁 拉洋车的站岗 你还演了其他的 还有那个部队的军人 然后还有那个是敌人 那这些是统一40一天算 还是全部只给40 不是一天40 只要你去了就一天40 我们都演 后来那个现场副导演说 你们几个不要再露脸了 你们各种角色都有你们 不要再露脸了 所以说你们能看到的 只有那个跟陆毅老师打戏 剩下的其他都是 路人甲路人蚁低着头过去 或者侧着脸过去 我们坐洋车上头都要转到 机器的那边 要机器看风景去 看后脑勺 都是这种 这是一段很难得的回忆 很难得的回忆 不辛苦 我们那会儿倒觉得很好玩 很开心 因为离开了学校 然后去还能正与八板的 跟老师请个假 说我们要去剧组 体验一下生活 你说到这事儿 我们来客串一下郑凯老师 我记得你说2013年 你在三亚拍私人定制 我当时我其实我 我回忆起来的时候 我忘了我忘了学校里面 有没有发群 因为每次我们只要在三亚 有剧组开机 三亚学院一定会收到群演的招募通知 如果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万一真的看到了 四人定制的那个群演通知 我还真去的话 那还挺有意思 可能就提前出道了 提前跟凯哥认识一下 然后在上山出发的时候 凯哥10年前咱们同居组过 你记得吗 我是路人甲呀 就像我跟路易哥似的 对 这是奇妙的缘分 我们是路易当节目 然后碰见了 碰见之后 聊起这事儿 聊起这个事儿 对 我小时候 初中的时候 去现场探班林志颖 真的啊 真的 然后 然后 在现场 因为她一直在忙 在工作 一直没有机会 对说你初中 我初中了 去看林志颖拍戏 然后呢 一直也没有机会接受到她 因为是我姨父带我去的 我姨父在戏里演一个小角色 跟林志颖她有对手戏 我说哇 那肯定能跟林志颖说上话 不过后来在现场一直没机会 然后直到中间休息 她去上洗手间的时候 去堵她 我在洗手间门口堵到了她 去堵她 拍了一张合影 背后还有厕所两个字 非常的尴尬 但是若干年以后 你给她看了吗 我给她看了 若干年以后 我和林志颖在同一部戏上 演对手戏 她记得吗 她不记得 她应该隐约的记得 对 当时我还是一个初中生 你觉得 知道吗 提了 她很礼貌地回应 嗯好的好的 我记得 哪会记得 我一个初中生而已 我又不是什么演员 对 因为那个时候也可能没有 共同合作的经历 对啊 主要是拿着那个照片她也蒙了 我在厕所门口拍了照片 对对对 然后我们还一模一样的 摆了一样的姿势 又拍了一张 她礼貌地回应 当然不是在厕所门口 这次是好好的拍了一个照片 应该在厕所门口 在厕所门口能勾起当年最好的回应 你说这凯哥在上海 我出生在贵州在三亚上学 孟哥在阿诚长大 哈尔滨出道 然后 但是在这之前 你说哎真的 不认识一个人 可以不超过六个人 你可以这么说吧 有六个人之间的纽带 我听说过这个事 对吧 结果咱们在厕山海出发 遇到这也是神奇的缘分 对 缘分 妙不可言 通过了什么呢 通过了哪六个人呢 你能导出来吗 我能导出来 我们这边是路易哥 孟哥 还有我是周 我们的周导 我是通过导演 咱们就串在一起了 是吧 然后凯哥这边也是通过周导 凯哥 凯哥 然后还有小志哥 对 串在一起了 八个人了 有六个人吗 差不多 不纠结 不纠结 欢迎 再次欢迎我们的孟哥 来到我们的早安电台 也感谢孟哥跟我分享了 他学生时期的早餐回忆 嗯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有个好心情 从早餐开始 是的 非常感谢孟哥 那听到这段早安电台的你 希望能好好吃早餐 周一加油 周一你就是最棒的 周一好好上班上学去吧 拜拜 拜拜